怎么也没想到 个停车上停 车停了小半小时 河北省仅有的三座一级博物馆 其中一座就在邯郸 而另外的两座 一个是河北省博物院 当之无愧 一个是西百坡 意义重大 可想而知 邯郸博物馆在省内的地位了 不过正如视频开篇所说 邯郸博物馆直接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 万万没想到 初见邯郸博物馆 就给了我两次心灵上的暴击 停车场的问题 作为一个20年才新开放的一级馆来说 属实不应该 但是看到博物馆的外观后 似乎停车场的问题也没那么大了 邯郸博物馆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 让本地人都会吐槽的呢 我愿称之为 是我见过的博物馆外观中最丑的一座 瞬间感觉对它的期望值也没那么大了 不过 打脸总是来得那么快 外观丑跟人家不斩美有冲突吗 接下来你们会听到我不止一次的夸赞 邯郸博物馆是会不斩的 第一次还没逛斩就买文创 事实也证明我们的做法很正确 至于原因吗 你们看到最后就明白了 毕鲁安第四文明斩 就这个是博物馆的 展厅还没逛先把文创买了 先购物 先购物 邯郸作为成语之都真的是名不虚传 这也是我逛过的诸多博物馆里 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如此有趣味性的展厅 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的元素来表现成语典故 你看顶上 这真的挺有意思的 韩南学部 我们要去这儿 对正好你做做功课 韩中国一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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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十分之一都挺好的 这是孙病庞娟 你知道孙病为什么坐着吗 为什么 他之所以叫孙病 是因为庞娟把他的病骨给他销了 所以起没叫孙病 他原本不知道这个人 庄子要进城 说我不让七个马进 我白马不是马 对 这是在这个邯郸的那个 就是那个哪 鸡子 鸡蛋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 顿刀长了 然后建安妻子 就是说他们是代表建安文学的代表 江小河 附近请罪 专门展示成语的 这都挺有意思 女娃补添 我们第一站天就逛完了 可以说是 我们去过的服务馆里边 最有趣味性的一个展示 是吧 挺好玩的 总是那么的幸运 又遇了两个临时展 不过可能是 本能的对董忠叔没有好感 又玩不起紫砂壶 以至于对他们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不展到25号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赶紧去看看了 韩伯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一个小惊喜 就比如这个展厅 展现了建国以来 奖状奖杯的变迁 虽然我知道它本意不是如此 不过内容的确不适合在视频里展示 你们还是亲自去看吧 上到三楼 正题才刚刚开始 作为省内历史悠久 文物众多 古迹遗存最多的邯郸 展现历史文化进程的展厅 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叹为观止 果足不前 流连忘返 早在七千多年前 在邯郸这片土地上 就已经有人类在这生产养殖了 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种植苏米 去养家鸡的文明 甚至被认定为养勺文化的源头之一 还在这开个脑洞 涉县王皇宫是传说女娲练食补天 团土造人的地方 那么距离涉县不远的慈山文化 会不会就是女娲造出的第一批人类呢 水姐 天命玄鸟降而生伤 经过足以千行 盘耕千音 王伐咒周世分封 邯郸在其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直到战国几尘七雄 邯郸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也诞生了许多耳熟能详的人物 发生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 邯郸从此被冠上了肇性 而河北从此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燕照大帝 秦汉时期 邯郸虽然不再是都城 但它依然是五大都会之一 放今天 妥妥的一线城市啊 看顶上那个 小兽 这个萌子 这是两件东西你知道吗 直至汉墨夜城崛起 诞成了曹魏 后照 染魏 田烟 东魏 北齐六朝 这个吃手雕得特别漂亮啊 很有感觉 真的 涵郸博物馆是会布展的 这儿有一个石虎门枕 那儿有 对 然后中间是这些展品 然后这边又一个石虎 它是会布展的 再到隋唐 因为京王大运河 邯郸又变成了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 何鸿镜 这是 这是真的 那个是真的 这是复制品是吧 哦 这不就是那个 对对对 对对对 宋朝时设东西南北四京 而北京就在邯郸大迷 这个就跟咱们在那个招孤园里边看的那个 经过明清短暂的沉寂 近代的邯郸又作为革命老区 重新进入了历史重要的进程中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啰嗦 冗长的介绍邯郸的历史进程 但是实在忍不住啊 3000年从未改过名字的邯郸 我们真的是欠它一个正确的地位认知啊 你们说呢 也正是因为邯郸的历史太过于悠久 以至于让我们的时间也如白鞠过戏一般 在聚闭馆还有15分钟的时候 我们还有三个展厅没看 方圆世界 恐方兄对不住了 在哪都能看到你 君子虽爱财 忍不割爱吧 慈周遥 之后的行程中另有安排 不看也罢 十颗艺术 这个就不容错过了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太喜欢高厢了 北朝 还是以北朝为那些啥的 这是小南山石窟的复原 虽然时间紧迫不容我仔细欣赏 好在后面的行程里 还有造像博物馆和小长山的安排 展厅虽然上锁 而博物馆并不清场 于是在大厅里孩子的手抄报 又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种形式真的是很好 既锻炼了孩子们的绘画动手能力 又让他们了解到了文物历史的故事 毕竟发扬传统文化 还得从娃娃抓起吗 视频看到这儿的朋友 已经明白前面所说的先摆文创 为啥是正确的了吧 我们现在从涵滩博物馆出来了 我们生生逛到了闭馆 至乎那点周济文化 对 现在人也都出来了 一看到涵滩博物馆 我们就要去酒店稍作休息了 因为晚上我们还要去过520 然后我们就被涵滩这座商场惊艳到了 记得关注我哟